今天給我們的杏仁茶公主 小虎姐 杏仁茶公主失禁失禁 我剛還在舞台聽到 小虎姐這樣介紹你的時候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不知道原來你是杏仁茶公主 沒有 你看 我沒有吧 怎麼了 喔 因為我沒有 重點是我是高雄人 是 今天是回牛家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因為很久沒有回來 然後今天回來 然後倉庫外 留在夢時代 所以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家 小時候就是賣杏仁茶豆漿長大的 哇 難怪皮膚那麼好 沒有啦 跟你品牌差很多 沒有 喝杏仁茶 因為杏仁茶是我所有飲料當中最愛 所以我就要好好打聽一下 現場我覺得 一定有很多朋友不太熟悉 還是你們都知道 有人知道嗎 去喝過的舉手 哇 小有名氣啦 小有名氣 好好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因為不能再介紹 因為那就是口耳相傳啦 然後就跟這個唱歌一樣 你覺得黃香舞的歌聲好聽 你就會告訴你的朋友 對不對 我們家杏仁茶好喝 所以你也會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因為我姐姐已經做到 已經快支持不住了 很累 會不會太好會太累 對 很累很累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店面不大 然後就是生意太好 好 那我們就慢慢的秘密的經營下去 千萬不要告訴大家 就大家默默的支持就好 好不好 低調低調 對 唱低調 小虎姐其實最近都非常的忙啊 在世界各地一直在表演 所以剛剛你講到很久沒有回到高雄 來唱歌給大家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想要跟高雄朋友說 我想你們 你們想不想小虎姐 就回到家鄉的那個心情 表演起來的那種熱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 雖然說很多 怎麼講 就是看到家鄉的朋友 雖然我不認識他們 但是他們回給我的眼神 是很溫暖的 一種很親切的 是 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OK 所以今天在高雄啤酒節的 壓軸會帶給我們更多精彩的歌曲 接下來帶下來的歌是 我要帶來一首 去年發行新專輯的裡面的一首歌 裡面有三種語言 有廣東話 還有台語 還有中文 所以大家聽聽看 心愛的人好不好 謝謝 這一次把舞台交給黃小虎